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三个木像这个练手装买三四颗36块钱 有很多朋友呢就嫌他多了说没地方种 其实这个东西呢像36块钱四颗 9块钱一颗我再收你个十来块钱油费 二十多块钱你买一颗你是不是觉得更亏 虽然三个木很好种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呢 种这个架上装百分百成果的 你像我这个这么小一个袋这个美资袋我就种了四颗了 这边还有两三颗等一下我就这几颗呢稍微大一点 我就种在一个袋里面 我这里面都有一共有八九颗了就两个袋 如果像那小的有时候我种更多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几颗三个木 真不多了 特别像买这个晾手装的一般能买晾手装的朋友呢 应该也是没玩过三十木的 你没什么经验多几颗的话 更能保证你有成活的 那就更好了 今天呢忘记拿这个四颗粉和多金淋过来了 这个是在我岳父这边 等下种了放到那个保温盆里面 今天没打拿到那个深耕粉多金淋 先把它种了 明天过来的时候再大一个来给它交一下 像这个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种的有利方的 用这种美资袋来种下山庄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的 不用一开始就搞一个几百块钱的盆 很多朋友说这个美资袋会影响这个美观 种下山庄大哥 最主要还是成活 这美资袋会比你用那个盆会好 用这个袋子来种的话 肯定是不会吸水的 再加上这个核砂 还有前天我就发了个视频说这个用什么种下山庄呢 我就说到这个用核砂如果实在没有 你可以就是山上这种洗水的山沙也是可以用的 就有人说这个洗水的山沙呢他加了什么药来洗不能用 说实话他到底有没有加这个药呢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这个沙呢也是山沙洗的不是核砂来的 但是我一直这么用也不见得好像有太多的问题 如果你有核砂呢尽量是用核砂肯定是比山沙好的 到底他们洗这个山沙的时候有没有用其他什么药剂呢我就不清楚 如果有知道他们洗这个沙的时候用到什么药剂 到底对这个植物会不会有影响呢 如果有知道这方面的朋友呢 欢迎在评论期给我说一下 好这期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了 我是乐哥 关注我我们一起学本景拜拜